中镇农富村水里棋盘的波斯局已经大开 水里乡长叶明峰特别邀请 雪里乡丽幼儿园的师生们 请来散发郊游 并趁着好天气 大家一起拍照留下美丽的回忆 水里乡这个波斯局 位于在我们的农富村 在我们的水姬头状 在中镇路的下方 这是平庄市场所有 我们的乡亲是大 平庄市场就是 早早然后 不然也好 这个运动的好处 这次 年过年前 经由水里乡丑 用心 浸心 来把我们这个位置 原本是跟酒头 一片都是酒头 但是经过公所的用心 然后整片 这次的花海非常漂亮 欢迎国际的 我们这个油客来这观赏 在水里西盘 种植波斯局花海 只是第一步 公主很感谢台电公司的帮忙 并表示接下来还会进行相关的规划 要进一步绿绵化水里西盘的 测心车道景观 目前我们是要先谢谢 我们的台电跟四合局 就场地的部分 还有土石兑运的部分 给我们很多的协助 那公所这部分 除了我们官方服务所 进行这相关的规划 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清洁队 对我们这一块土地的培育 那我们明年预计在这里会有一些异象 就是大型异象 然后会做一个花区的它的建制 会把它做一个比较整体完整完善的规划 然后希望说这个在骑脚踏车步道的时候 它能够顺便欣赏到水里漂亮的 水里西盐岸的风景 夜晚秋树感谢公所打造地方绿美化的用心 期待未来可以针对四季的部分 来种植不同的树种 水里西有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赏坡市区的地方 就是在于我们的水里西的这个客宾 大家都知道我们水里客有一个 真的好的这个休闲运动的这个步道 现在我们的水里乡公所 我们的明峰夜乡长 非常用心 在我们的水里西盘 旁边也有一片很漂亮的波市区 现在都在开漫开的花海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共同来到水里客 来这走这个步道 也可以来这欣赏 这些漂亮的油闭的波市区 欢迎大家共同来这欣赏 水里西盘的波市区花海已经盛开 花旺也相当的漂亮 所以山公所为欢迎乡亲 与游客趁着好天气 赶紧来水里西闪花散步 记者邱平逸 水里采访报道